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人们只看到了我的与众不同 一个十七岁前 从未踏进教室的大山女孩 却戴上一顶学历的高帽 熠熠生辉 只有我知道自己的真面目 我来自一个极少有人能够想象的家庭 我的童年 有垃圾场的废铜烂铁铸成 那里没有读书生 只有起重机的轰铭 不上学 不就医 是父亲要我们坚持的忠诚和真理 父亲不允许我们拥有自己的声音 我们的意志在他的眼中 是恶魔 哈佛大学 剑桥大学 哲学硕士 历史博士 我知道 像我这样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无知女孩 能够取得如今的成就 应当感激 剑桃铃才对 但我丝毫提不起热情 我曾怯懦 崩溃 自我怀疑 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 恶臭熏天 直到我逃离大山 另一个世界 那是教育 给我的新世界 那是我生命的 无限可能 晚上好 朋友们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的作者叫做 塔拉韦斯特弗 今晚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作者就是来自美国的 塔拉韦斯特弗 这本书是关于家庭关系 亲子关系 还有自我成长的 也可以说 是作者的自传 那么这本书还得到了 比尔盖茨的特别推荐 连续八十周 登顶纽约时报的畅销榜 在2019年 作者也因为这本书 为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力人物 塔拉韦斯特弗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她都经历了什么 我们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 亚马逊上有本书 一直放在我的代读清单里 书名叫做 Educated 中文名是 你当像鸟 飞往你的山 这本书长期霸占着 非小说类的前三名 是人物传记 又不是某个 著名人物的传记 我很好奇 一本非名人传记的传记 有什么好看的呢 于是我点开了 这本书的介绍 发现她讲的是教育 怎样改变一个小女孩的命运 大概就是 讲那个小女孩 如何努力的吧 我想 抱着这种想法 我一直没有读这本书 类似鸡汤的故事 汗牛冲动 我实在有点喝腻了 然而 我完全想错了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写的重点并不在逆袭 而是在原生家庭关系上 主角塔拉 是一个出生于 美国爱达河州的小女孩 是家中七个孩子中 最小的一个 她生在巴克山峰上 没有出身证明 也不被允许上学 她父亲原本是一个 普通的魔门教徒 二十七岁之后 精神分裂症和躁愈症发作 开始幻想 政府会迫害他们一家 于是 不由分说地 把全家给封锁起来 不准与外界接触 而母亲呢 虽然聪明能干 却是父亲的脑残粉 无原则地顺从着父亲 于是 在父亲的洗脑下 全家人开始坚信一些奇葩观点 非魔门教徒 都是坏人 读书是邪恶的 生病绝不能去医院 2000年 世界末日会来临 上厕所之后 不需要洗手 喝咖啡是背叛上帝 女孩子穿短裙 就是妓女等等 这些想法 在正常人看来 简直匪夷所思 但小孩子 总是对家长的言行 照单全收的 从小出生在这种家庭 塔拉完全相信了 父亲的疯狂洗脑 16岁之前 她没有念过书 对学校感到恐惧 塔拉的原生家庭 可以说是突破想象的惨 但悲惨 远不止于此 塔拉的哥哥之一 肖恩患有躁欲症 是一个暴力狂和控制狂 经常毒打塔拉 甚至把她的头 按进马桶里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塔拉也从未想过逃离 真是印证了那句话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在于认知 幸好 塔拉还有一个 叫做泰勒的哥哥 泰勒教她听音乐 启发她去读书 在泰勒的鼓励之下 天赋极高的塔拉 在地下室里 偷着自学而考上大学 那一年 她才17岁 入学之后 她又拿到了盖茨奖学金 成功去剑桥深造 成为了剑桥博士 塔拉青少年时期的悲惨 跟她后来成为 剑桥博士的光鲜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读书上学 给了塔拉另一个 参考坐标系 让她明白 生病应该去医院 喝咖啡不犯法 女孩子可以穿短裙等等 也让她知道了 二战是什么 马丁路德基是谁 精神分裂症和躁愈症 有哪些症状 塔拉得以超脱 原生家庭的束缚 以更客观的眼光 看待世界 当然 这种改变 不是一蹴而就的 她花了很多年 慢慢来抹出 童年落下的思想 刚硬 读书 就像一副温和的药 疗效 要靠经年累月的积累 即使读书之后 塔拉的思想 也有反复 但不读书 她连打开 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 都没有 很多人说 自己的悲惨 源于原生家庭的问题 而塔拉的故事告诉我们 不管原生家庭如何 你都可以终身学习 来突破童年的限制 如果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只刻画了塔拉读书 就没意思了 书中写得最好的 其实是纠结复杂的家庭关系 非常敏感细腻又精准 在我看来 最动人的有三点 塔拉对家人的羞耻感 父母对塔拉的爱 还有塔拉接受教育之后的虚无感 我们先从羞耻感说起 你可能以为 受过教育的塔拉 应该会恨她的父母吧 其实不然 即使就读剑桥之后 她也一遍遍地回到山上的家里 试图去维护跟父母的关系 刚受教育的塔拉 无法平衡好新的身份 跟童年认知的撕裂 于是她陷入了一种人格分裂之中 在外面 她努力扮演一个正常家庭出来的女孩 在家里 她又伪装出听话的女儿角色 她不愿告知朋友自己的自学经历 羞于对朋友启齿自己的家庭 起初她以为 这种羞耻感来源于家庭的奇葩 直到去剑桥之后 某一次 她跟母亲通信 母亲在信里对她说 你是我的孩子 我本该好好保护你的 塔拉的羞耻感顿时消失了 原来 耻辱感 并非来自于外界压力 而是来自于家里的末世 塔拉为自己 不被父母所爱而感到羞耻 家人才是她唯一在意的人 这么多年 她所需求的 就是父母的爱和保护 仅此而已 那么 父母爱塔拉吗 毫无疑问 是爱的 只是这种爱 不如信仰重要 父亲是极端的魔门教徒 他要求每个子女 都要忠实于他的信仰 然而受过教育的塔拉 却开始思想叛变 因此 跟父母之间的隔阂 越来越深 即使读剑桥之后 塔拉也一遍遍地回到家里 想要改变父母 想要确认父母对自己的爱 而他的父母 也一遍遍地试图 把他从魔鬼那里拯救回来 双方都是徒劳武功的 最终 在肖恩哥哥用刀威胁塔拉 父母却站在哥哥一边之后 塔拉彻底死心了 塔拉跟父母走向了决裂 在决裂前 父亲给塔拉说了最后一句话时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塔拉回答 知道 那从来不是个问题 爱一直都在 只是 躺不住伤害 在父母抛弃塔拉之后 他很长一段时间 终日沉浸在刷剧里 无法集中精神学习 即使他已经当上了剑桥博士 已经清楚地知道 父亲是精神病 他仍然对被逐出家里 耿耿于怀 失魂落魄 他是这么形容自己的状态的 在过去的十年里 我穿越的距离 物理上的和精神上的 几乎让我无法呼吸 让我思考自己 是否已经改变得太多 我所有的学习 阅读 思考和旅行 是否已将我变成一个 不再属于任何地方的人呢 他甚至羡慕小时候的自己 虽然悲惨 却拥有剑桥时的他 所没有的珍贵之物 后来 塔拉终于走出了这种虚无感 不是靠的书本 而是靠的家庭关系 他用另一种方式 修复了家庭关系 虽然被父母抛弃 他却努力尝试着 取得了其他亲戚的支持 他参加外婆的葬礼 第一次意识到 自己还有舅舅姨妈等人 教育改变了他 但教育无法替代家庭 这本书最令我感动的 不是他第一次收到录取通知书时 命运的转折 也并非得到名牌大学 录取机会时的光芒 更加不是他回乡之后 仍然劝服不了家庭的悲切 而是最后 女主人公接受了自己 她一直在和自我斗争 与其说 她是在为选择家庭 还是社会纠结 不如说 是她在选择 做哪一个自己 是活在大山里 继续愚昧地过一生 选择顺从父亲母亲 从而获得所谓的亲情 还是走出大山 继续接受教育 融入社会 最终 她平衡了两个选择 她不再自卑 不再感到负罪 从容地面向社会 向每一个人 介绍自己真实的经历 而面对父母 她也不再感到羞耻和自责 很多人说 这本书是说教育改变了她 可我总觉得 教育改变她的 不仅仅是书本知识 也不是社会的历练 而是经历 她独一无二的经历 教会了她 如何成为她自己 后来 我看了比尔盖茨 对她的专访 我认真地 看着她的神情 还有说话从容的样子 我想 如果不是通过这本书 任谁也不会觉得 这是一个 曾经生活在那样 环境的孩子 毕竟 她看起来从容 平和 又自信 身上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我想 这也许 就是成长的力量 你当像鸟 飞往你的山 这里写的经历 虽然很魔幻 但它反映的 原生家庭问题 却很真实 一方面 教育能够帮助你 纠正原生家庭的偏见 另一方面 你无法抹掉 原生家庭的经历 你只能超越 原生家庭 无论沉浸过去 还是忘记过去 都不可行 最终 只能正视过去 接纳过去 不再害怕 你当像鸟 飞往你的山 创造了很多传奇 它是比尔盖茨 年度推荐书的第一名 纽约时报 畅销书第一名 亚马逊 年度编辑选书的 第一名 塔拉是在 2019年出版的这本书 这是他的处女作 而他也才33岁 他的确是个罕见的天才 从16岁前未读书 到33岁一举成名 成为时代周刊 年度影响人物 他用17年 仿佛活了别人的两辈子 如果说 读别的书 可以解决你某些 具体问题的困惑 那么 读这本 你当像鸟 飞往你的山 几乎可以消除掉 你对人间的 一切疑问 推荐大家一读 如果大家听了 本期节目之后 想更全面地 了解这个女孩的 成长过程 可以点击 进度条上方的 购物车图标 进入京东图书 就可以挑选了 扑公英文 背包追纳 浪漫无邂的生长 远处的种子和脚牙 欲墨欲消化 每一株天分毛出扬 本是跳跃的精灵 保满一个个剩下 请相信自己是很美好的存在 不用怀疑这是宇宙 独一无二的色彩 愿你被这个世界 温柔一带 心中写满爱 剩下所有防备 自由自在 我都不能独 要我心目狂妄胸怀 静静守护着心爱 今次变成白发 梦想不白 我都不能独 云阵涌下呢 今次漫天泛起浪荒 扑人心动的一笑 明亮秋天的时候 有望 雪景万脸颊 路火柴心少的 背包 念念不忘的故事呢 写满青春年华 请相信自己是很美好的存在 不用怀疑这是宇宙 独一无二的色彩 愿你被这个世界 温柔一带 心中写满爱 剩下所有防备 自由自在 Molly 挪了 年轻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